假日观察数熊安文脉传千年 编者案 去年4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 设立河北熊安新区 千年大计落死熊安 针对熊安新区的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坚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延续历史文脉 2017年 和北省文物局对熊安新区 启动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文物调查 重点明确地下文物的分布 范围 性质 同时开展地面文物 战国燕南长城遗址 红色文物调查 调查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熊安的文化面貌 为延续新区历史文脉 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也将为新区的整体规划提供依据 熊安新区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站在这里揭牌 熊安新区联合考古队成立 熊安新区联合考古队分为八个调查队 包括六个考古调查队 一个地面文物调查队 一个战国燕南长城文物调查队 熊安新区联合考古队总领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毛宝中介绍 联合考古队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牵头 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国家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以及河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 文物保护中心 保定式文物管理所 熊安新区三线文保所等单位参加 统一编队组成 2017年6月至12月 联合考古队对熊安新区 全境约2000平方公里的区域 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 队员每隔50米一个人 排成队形拉网式的行走在田间垄头 搜寻一记的蛛丝马迹 无论风吹日晒 酷暑高温 队员们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 身上的衣服总是湿了干 干了湿 毛宝中说 土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专家在大网镇勘查 张伟亚社通过手持终端 考古队队员将遗存的照片 位置等信息 上传至熊安新区 文物考古数字化综合信息管理平台 记录初步一键 随后通过平台对遗存建立三维模型 这次文物考古调查 我们还用上了卫星摇杆 光电科学 导航测绘以及后期的化学分析等手段 并启用了无人机进行搜寻 联合考古队成员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科技考古专家马小飞说 通过半年的调查发现 熊安新区历史遗存丰富 有文物遗存263处 其中遗址189处 墓葬43处 古代建筑15处 近现代文物16处 地下埋藏文物以新石器时代 战国 汉代未多 涉及城址 聚落 墓葬 老石等 地上遗存多是明清时期的建筑 悲客 以及近现代革命时纪 新区文脉并不短 燕照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 启示多年前的白洋殿 曾是水上游击战的战场 以燕灵队未代表的红色精神 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 上述至宋代 杨叶之子杨六郎 也曾在此地镇守三观达十六年之久 熊安新区境内历史文化脉络久远清晰 可以上述到距今约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 这里是人类活动的集中区域 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 和北省文物局局长张立方介绍 约2000多年前 这里是燕南照北标志性地区 存有燕南长城 南洋遗址等重要历史遗产 约1000年前 这里是宋辽分界区域 雄州 安州等的城防 边关地道集塘洛系统 是我国历史上独特的一道风景线 近一百年以来 这里又以光荣革命传统文明于世 敌后抗战亚灵队的世纪家喻户晓 如今 新石器时期文化圈 东周汉文化圈和白阳殿周边的红色文化圈 加上燕南长城和辽宋边关地道两条线 构成了雄南新区最重要的历史文化特征 其中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洋遗址无疑是最重要的一处 通过系统考古调查 考古队在南洋遗址周围陆续发现刘和庄遗址 东盲庄遗址等十处同时期文化遗存 形成以南洋遗址为中心 面积18平方公里的东周至汉代遗址群 经考古勘探 该遗址群被确认是一座城址 据推测 城址平面近方形 面积近52万平方米 年代下限不晚于汉代 雄县古趁雄州 曾是北宋时期的边关要塞 兵家必争之地 历史上 宋江阳夜之子阳六郎 曾在此地镇守三关长达十六年之久 位于雄县的宋寮边关地道 自西南向东北 横跨雄县 大洲等县市境内 东西长65公里 南北宽25公里 地道主要用于军事防御 内设休息区 义士厅 兵器库等功能区 被誉为历史奇观 地下长城 燕照自古多慷慨悲恶之事 启示多年前的白氧殿 曾是水上游击战的战场 燕灵队在极艰苦的环境下 为了保卫家园奋起抗争 以燕灵队未代表的红色精神 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 安心白阳电风光 资料图片保护体系 正构建三月二十六日 安心县大王镇乡村 雄安心区联合考古队中 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 正组织队员对这里的一处一址进行勘察 考古队员手持洛阳产探孔徐图 探孔最深处达四米 同时对文化层进行详细登记 本次考古调查 将所有遗存案保护级别 保存状况和科学价值 从高到低化为A、B、C、第四个等级 其中A集三处 B集十五处 C集四十九处 D集十二处 毛宝中说 下一步将在遗存点科学 分类分级评估的基础上 明确保护对象及相应的保护措施 针对将来的建设过程 各级遗存有不同的专业保护 发掘建议 河北省文物局 目前正在构建 雄安新区博物馆体系 在历史维度上重点突出 五千年前的史前文明 二五零零年前的英国文化 一零零零年前的宋辽边关文化 近代的红色文化 并有选择的建设专题博物馆 主题遗址公园 今年 联合考古队将开展环境考古 编制文物保护利用总体规划 加强与相关规划沟通对解 配合新区建设进度 开展相关的考古勘探与发掘 研究实施重点文物遗存保护展示提升项目等工作 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延续历史文脉 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雄安新区管委会负责人表示 新区将精心保护和传承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 使新区规划建设与当地历史文化传承有机融合 将得一张图 俯瞰河北雄安新区白洋店 资料图片小贴士雄安新区 所在三线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基点 造就了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些各具特色的非遗 也是雄安新区的宝贵财富 2017年9月12日 雄安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报告完成 普查结果显示 雄安新区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213项 其中211项成活态存在 雄县古乐 雄县英绍藩子权 安新县圈头村音乐会等国家 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安新芦苇化 白洋店尾编 马家寨传统造船技艺 白洋店灭素等省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其中代表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安度生活工作室 杨柳